哈囉大家好 我是PFY 最近無意間把艷雕雪給湊起來 吞食總是這樣 想湊都湊不到 等你放下後再突然給你一個驚喜 好 然後呢 然後明天竟然要出觀音品二傳 好 這不是重點 好 回到主題呢 直接來開箱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技能展示的部分 比一下跟我的愛將觀音品的差距了 兩隻都有單體練功跟控制的技能 我們直接來比去看 看看二傳的驗雕雪到底有多OP 這是一個簡易的測試 沒有做任何的平衡 只能比較的出差距 無法了解詳細的數據 所以大家看看就好 觀音品一傳176等 攻擊是130加64加43 總和為237 驗雕雪二傳69等 攻擊是191加0加43 總和為234 好 要注意一下喔 這裡雖然攻擊力差不多 但是等級跟攻擊的部分呢 觀音品不僅是等級比較高 而且就連攻擊都有64點 是裝備的攻擊 那 首先是練功技能的部分啊 正天打出的傷害呢 是472 亂擊的傷害是386 崩雷的傷害為1018 連擊三下的分別為345 349跟278 總和為972 好 光看這傷害 在這麼不平衡的狀態下 都可以差距這麼大了 接著看看控制技能的部分 好 這邊我分別測試了50次 對象是仙島的北斗星君 200等的縫隙 好 測試影片呢 我放在連結 有興趣的可以自己點下去看一下 燕雷雪的均等呢 在只有103的情況下呢 MISS的次數為23 有傷害沒暈擊的次數為13 有傷害有暈擊的次數呢為14 至於觀音品嘛 均等為156.5 同樣測試54 MISS的次數為44 成功的次數呢 僅僅只有6次 很好 好像我不用再多做什麼解釋了 好 最後再用一下身上的屍廣元呢 做了一下測試 不過這部分我竟然忘記記錄了 所以聽聽就好 一樣在冰封54的結果呢 均等的是159 MISS的次數呢有36 成功的次數呢有14 這點讓我蠻震驚的你知道嗎 會不會燕雕雪連冰封都可以取代掉了 只是暈擊只能兩回合 冰封的回合數呢還是大勝啦 好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測試啦 那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Discord群已經開放加入囉 連結就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的地方 如果想聊天或想來追我的話 都可以來這樣 好 我直播的時候呢 有時候我會開放Discord群來聊天 那就趕快進來吧